新北市一家安亲班发生男童被集体霸凌的案件 男童的家长非常生气 已经对安亲班、导师以及施暴学童的家长提告 要求偿103万元 小小的双手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男童在安亲班遭到同学集体霸凌 不但被用尺打头捏脸颊还被逼下跪 家长才调阅三天的监视器画面 就看到这么多霸凌的惨况 男童阿姨控诉孩子这半年来的生活 简直难以想象 由于男童身心严重受创 目前已经被安排到别家安亲班上课 并接受心理治疗 不过家属不满安亲班默示这些离谱行径 处理的态度消极 小孩子又重复讲说老师说谎 那我们跟老师求证的时候 老师就说只有讲对不起这三个字 从头到尾他只有对不起这三个字 这个老师在照顾上面是有一些疏失的 他三月份就已经离开 对方家长要求非常高额的金额赔偿 那么所以我们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委由我们的律师在做处理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事件发生在二月 四月中接到家长陈勤当时调查发现 安亲班刻意隐瞒已经开罚 除以罚还15万元 那未来也不排除会要求 客户照顾中心呢 是停办或者撤销他们的立案 被霸凌的学生家长已经对安亲班跟导师 提告过失伤害罪 求偿103万元 安亲班也委由律师进行诉讼 新北市教育局强调学校会加强辅导 让孩子早日走出被霸凌的阴影 记得综合报道